她已接近中年却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 她是三家酒楼的老板 昔日的女强人如何成为今天的女骗子 她究竟设计了怎样的温柔陷阱 让28位男友接连受骗 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内坐无需席 这一天开庭要审理的案件 与旁听席上的17名男子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目前呢就是被害人呢有17名 在案外呢目前还有近十来名 那么目前呢就是因为这个有新的犯罪事实的出现 那么本案呢现在在补充侦查 据了解啊从2010年开始截止目前 在上海市徐汇区法院闽刑区法院 陆陆续续一共有28名男士起诉同事方 罪名是涉嫌诈骗 2000年同事方与自己的第二任丈夫离婚之后 便一直单身 而旁听席上的这17位男士 便是在同事方离婚之后分别与他相识的 16次借款 20多张借条 这女人究竟给受骗者灌了什么迷婚汤 同事方曾经是三家酒楼的老板 虽然酒店的规模都不大 但经营的也算红火 12月起至2009年5月止 同事方以及本人装修店面 经营酒店等为由先后多达46次向曹先生借款 其中还写了20次借条 总金额达到100万元 就这样 曹先生不仅向自己的家人 而且还向自己的同事 总共借了20多万元 然而这些钱在同事方那儿 就如同掉进了无底洞一样 只要曹先生一提到还钱 同事方就开始推脱起来了 交友和征婚的名义 通过多家婚姻介绍所 结识了28位被害人 并以自己是两家酒店老板的身份 向他们借钱 然而检查机关在调查时却发现 早在2008年6月 其中的一家酒店就已经停止营业了 那么在 同事方一直不遗余力的 同被害人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直到被害人渐渐放松了警惕 他就开始以投资的名义 骗取被害人的钱财 但是面对法官 同事方始终坚称 自己是借钱并非骗钱 如今市场上婚介机构鱼龙混杂 想征婚的中老年人 最好选择个正规大型的婚介机构 免得上当受骗 为了防止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婚介实施诈骗 目前上海的婚介建立了一个黑名单制度 我们民政局有黑名单的 我们他们会有时候就发 我们有一个协会网站会发出来的 这个人你可以看一下 人家曾经在哪个婚介 好像就是利用这种关系的 让你们引起注意 大家看过这个人注意了 不会去收的 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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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黑名单 我们协会网站都有 其实除了你们婚介可能要把关 可能对于应聘者来说 他们自己可能也要提高这种能力 对对对自己要提高这个能力 我们也会提示他们的 他们怎么提高呢 我一般的像你们比方说 你们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建议比方说你们之间就是财产问题 不要有纠葛 据了解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已达1.4亿 单身老人接近5000万 在以前单身老人找老伴很困难 而随着老年人的思想观念的慢慢转变 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开始通过婚介征婚 来寻找另一半 其实咱们说这是好事 到婚介所登记征婚方便 选择面大 而且还能保护自己的隐私 但是在相亲的过程中 咱们老年朋友还是要多个心眼的好 alleg能任委呈 吃